哈囉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再過幾天就是農曆春節啦 不曉得各位的紅包還有春聯小斗芳都準備好了嗎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一些在春節期間會用到的小物門 都是我最近收集到的喔 美逢佳節這種聯名商品可是越來越活躍啦 這也意味著大家有越來越多選擇困難的機會囉 不能只有我們看到這些小可愛 那歡迎大家一起來加入這個美好的選擇困難吧 雪沙紙材質的小春聯斗芳不只單純是兔年的小兔子而已喔 每一張畫面都有一點點的故事感 日兔迎春是可以對應到春暖花開的時節 它兔年大吉最大的橘子相當應景 浮兔鄰門門窗都是有兔子的樣式喔 非常活潑 那我最喜歡的是紅兔大展 畢竟是要充施夜馬 就很喜歡這句的諧音祝福 我們在2021年的時候啊 曾經有利用過馬路口小花式的小動物和服 來打造紅包袋 各位可以複習一下影片 那現在直接來看到三款 用雪沙紙搭配很有質感的燙巾 整個主題配色很溫暖又喜慶 前路四頂的招服兔兔歡迎著大家 還有元寶兔和福氣不倒兔 讓人看著看著就露出了乙母笑啦 以水彩和電匯來創作的WIN 這一回的大春聯是兩張A3霧面銅板紙印刷的快樂兔子 身上穿著傳統服飾 在新的一年總把新桃換救服 換上快樂的小兔兔 掛在門口感覺心情和運氣都會非常的好 使用一級卡的兩位兔子搭檔來了喔 居然在花海中的小兔子 很適合迎接春天到來 那這一款中春聯 除了前面看到的大春聯那一種耳朵垂下來的小兔子 這一款還有看起來很嬌嫩的小白兔 笑起來還無嘴 非常優雅耶 WIN在過年之前推出了三款 純用萊妮印畫紙的紅包袋 這一款花海兔兔啊 看小兔子躺在花叢裡面的感覺 是不是很chill啊 那另外這兩款 不單純只有花朵或小蝴蝶的設計 仔細看一下喔 它們都有一些筆觸上面的燙金 若隱若現的線條設計感 十分時尚又帶一點低調奢華感 這兩款上面沒有生效的設計 所以今年用不完的話也不用擔心會過時喔 相較於WIN的設計 妙大的水彩風格就更強烈的呢 紅包袋裡面的Happy New Year 使用到部分區域燙金 還有凝雪硬化紙 其他兩款是萊妮硬化紙 這三款的系列名稱啊 是花開好日 我覺得寓意蠻好的 旺川福克樂春暖花開 花開富貴 富貴榮華的好兆頭 那紅色底色呢 搭配水彩風格的花團緊簇 營造出了繽紛快樂又充滿喜慶的感覺 而且這一次以花為主角來出發 也是不會有過其一律的商品喔 這兩張小春聯 是新年前下訂單的贈品 雖然是贈品喔 但依然是有很精緻可愛的祝福喔 這一組是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和為光分子的聯名款 只要捐款就可以獲得一份小春聯 還有紅包袋的贈品 那剛好去年是虎年 今年是兔年 可以對應到協會的主角 和今年的生肖 在消費同時 生源動物保護 等於是在新的一年 就先做一點點好事情 這種感覺也還蠻不錯的 這是我主管分給我的春聯 斗方 來自公園院的四張 首會封的小兔子作品 其中兩張是全中文 都有很美好的諧音吉祥話 然後小兔子都面向左邊跳躍 另外兩張是中英文的諧音祝福 Happy Two Year 以及Reach Two You 輕快的小兔子 既活潑又清新 搭配這些美好寓意的祝福羽牙 非常應景 好 來看到這個是自己印 和Kiyoko Studio的聯名款 來看一下 這個畫風很細膩的紅包袋 有沒有感覺它有一點厚 因為它是這一種 登登 一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層的紅包袋 每一層都可以放一張 正反兩面都可以使用 所以你最多可以放12張鈔票 上面的兔子看起來比較修長 有的健身的感覺 那是一些細膩的小兔子 公燈 還有一些傳統樣式 充滿東方的古典元素 再搭配一些西方的圖騰色彩 還有部分區域使用到了 霧金箔和透明箔的點綴 整體看起來 隱約透露一種味氣感呢 說到兔年的明星IP 肯定是要想到Miffy啊 Pinkoy在兔年和Miffy合作 推出了三組的春聯斗方 第一組是帶財富和一群家人的 恭喜發財 以及闔家平安 第二組是開著車出門 還有和其他朋友一起的 初入平安 以及團團圓圓 那最後呢 是展開了腹記給你看 以及疑似有手指比較長的 簡配成功以及福 Miffy這個IP啊 真的是看多久都看不定的可愛呢 那最後和各位分享一下 兔英老師分享給我的紅包袋 以及我使用兔英的材料 再複製做出來的幾份成品 擺滿桌子來看啊 真的是有一種要過年的感覺了耶 超級開心 拿這個送給媽媽 媽媽 直接叫媽媽包給我 大家都很喜歡看花絮的花 我們這邊放有新的花絮 花絮這種東西 以上是我在今年春節前呢 所收集到的 所有可愛美好的小東西們 如果今天的小物有打中你的心 就趕緊把他們帶回家包 希望大家可以張貼一些美好的春聯 和斗芳迎接美好的一年 那你也可以送出你的紅包 讓對方包紅包給你 呦呼 那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大家多多